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高端旗下纸柄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在idea中我们创建Spark工程 Spark开发Wordcom的程序 然后我们Spark将程序型打包 和最后的Spark集群运行打包程序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的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面呢会有海量视频提供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解答 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这节课呢 主要教大家如何来对当前我们Spark程序进行一个打包 那之前呢在这也 我们在配置Maven当前那个Pol文件的时候呢 已经在最后的这个位置 给大家加入了一个如何导入驾包的一种方式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何将当前我们写的这段程序呢 打成驾包呢 也非常简单 大家呢在idea当中呢 开右半部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Maven的一个选拳卡 右半部这个位置啊 我现在鼠标晃动那个位置 有一个Maven的选拳卡 这个位置看好Maven的一个选拳卡 然后单击的Maven选拳卡 在Maven选拳卡单击点中之后呢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打开的话 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个Profils 一个文件和Spot Call 那这里啊 上面那个文件呢 对我们来说呢 一般就是引入的当前是JDK1.8 咱们打包的一个依据 那Spot Call呢 是我们最终呢 要一个打包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这里我们呢 有两个选项 一个呢 是第一选项 咱们当前那个文件啊 Lev这个文件 下面呢 是咱们引入的一些价包的文件啊 然后呢 这里我们选择第一项 当前那个Lev这个啊 下面选择谁呢 有一个Package Spot Call Lev下面有个Package 选中那个Package之后呢 这个呢 就是可以将当前啊 我们写的一些程序 进行个打包 这是Maven自带的一个打包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双击当前那个打包 双击它就可以啊 然后这里 咱们就会看到空置台当中呢 会进行一些输出 是吧 这个位置会空置台啊 这个位置会已经打印 打印 它呢 会打印一些打包的信息 如果在这也出现一些什么错误啊 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输出啊 它会将咱们当前那个程序进行一个打包 然后等待打包啊 咱们等待一下这个时间 OK啊 当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这句话 就Scaris啊 就成功的时候 在这里咱们当前看到这个Scaris啊 成功的时候 就证明当前那个包打好了啊 然后在这里当出现它的时候呢 证明当前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包已经打完了 然后并且这里大家看好了 当这句话也出现的时候 也代表咱们有啊 Finish的 Wiz的 East Code 0 就代表正常退出了啊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在打包过程当中 出现任何问题呢 这个代码可能会变成1 明白吗 会变成1 然后这个时候观察我们的工程啊 在SparkCode的工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啊 多了一个文件夹 叫Tagget 那我们打包完这个程序之后 那打包的这个加包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Tagget里的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里我们向下拉啊 咱们向下拉 打开当前的Tagget包 在Tagget包里面呢 会有一些 这它自带生成的一些文件呢 包括一些当前咱们的一些配置啊 包括一些咱们用的架包啊 等等 那这里咱们主要用谁呢 用最后面这个啊 SparkCode 是咱们当前工程了 对吧 那这个架包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完整架包 明白吗 这个架包就是咱们要的一个完整架包啊 要下面那个 然后接下来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将当前架包呢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 拖拽到你的桌面上 等待一会儿上传到集群上即可啊 这个拖拽到桌面上 按住鼠标左键 说哎 这个架包是不是咱们就传转了 是不是就到这了 对吧 那OK 这架包呢 一会儿我们就上传到集群上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能将当前的这个文件呢 进行一次打包了 那如果说你在打包过程当中呢 这个代码啊 没有成功 或者说这个位置返回链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当前在spark和call的功能下呢 又生成了target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非常简单 大家还是找到 Maven这个选拳卡这个位置 咱们是不是选中package 进行打包啊 对吧 那clear可以对当前这个 打包好的这个工程 进行一个轻功 也就是说 将当前target的这个程序删除 把你下面所有的打包程序也删除 所以一旦你发生打包错误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clear 将当前打包删除之后 来调整 调整完之后再重新打包即可 重新再选package打包即可 那在这里 因为我已经将当前spark 靠咱们打好这个架包啊 是不是点价这个架包啊 靠到桌面上了 这么在这了 对吧 那在这里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清空这个操作啊 这个clear 当你选中clear之后 双击 它就会对你当前工程中 这个target的所打的一个架包啊 进行处理 大家一看啊 是不是target的瞬间就消失了 对吧 那这样一消失之后 你看啊 这位置也会告你成功 它会将你打的所有架包 进行一个删除 你看delete 是不是删除当前那个target的 对吧 它要进行删除 如果你还想再次生存架包的话 怎么办 再选中package 再双击 它会对你当前程序 会再次进行打包 那么这里 就是我们对当前 我们以后编写完spark程序之后 想提交到集群时 使用架包 怎么办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对程序进行打包 那么OK 那么这位节课 我们就到这里